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两个人到两个家 根据圣经来分享 有几个重点 如何从两个人成为两个家 或是如何从两人世界面对两个家 第二个 结婚之后 怎么经营婚姻 也就是说 怎么在婚姻当中 调适自己 面对婚姻 面对配偶 第三个 重点 如果有一方 来讲的是个重点 因为从民国八十年 小弟担任 大专 在中区 担任 大专团契 辅导传道 所以面对的就是 这些大学生 大专生 大专生 大学生 那会有一些 那会有一些家长 他意思就是 什么叫乱交 什么叫乱交 好 这是家长直接告诉的 告诉你的 那从现实层面 那从现实层面来讲 其实我们的学生 就是一样 你叫他不能交朋友 男女之间 现在还在念书期间 不可以交往 不宜交往 不要交往 或是说 你告诉他 赶快交往 请问我们的学生 那么听话吗 你叫他不要交往 就不交往吗 你叫他要去交往 他去交往 他没有独立思考吗 再来他有现实层面 有些人不想交往 被迫 被追 被欣赏 人家会追你 追求你 那有些人是我喜欢 那我就追求 你可以挡吗 感情 那是一份感情 感情不是你用教他的 可以不可以 不是 没有用 所以我们要面对的是现实 所以我不管对学生 还是对学生家长 都一样的回答 不会阻止 也不会勉励 也不会鼓励 不会阻止 也不会鼓励 因为没有用 因为他是自然形成的 这个就是 男女之间 在交往的过程 或是交往的现实层面 所以我们只能做辅导 做引导 而且不同的case 就有不同的方式 不是每一对 或是每一种情形 都同样的方式 来处理 那有太多情形 没有办法一一的说明 我们只能面对现实 因为有些人交往 他不想让你知道 就是不想让教会知道 更不想让你辅导传导知道 因为有些学生会认为 传导你会练我 那干脆不来就好了 这个时候还是告诉他 带过来 我们能欢迎他过来 我们乐观其成 他不来了 你什么都不用做了 他来了你才有机会 而且他们都已经 长大成人 所以还在练书 至少在感情这个层次 他们是要面对的 所以这种感情的事情 不是用教的 不是用教导的 是用引导的 所以有太多实力 能够在这当中 去 去分享 那我们先说明第一件 两个人成为两个家 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 也说人要离开父母 以妻子联合 人要离开父母 这是创造之初 神设立的婚姻制度 那什么叫人要离开父母 以妻子联合 这是因为婚姻关系 所以要从父母的家庭独立出来 另外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所以离开父母就是独立出来 那因为两个人跟两个家有绝对关系 我们来看 以无所书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以无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第三节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代应许的诫命 两个人 为什么要离开父母 要独立出来 因为结婚是两个成熟的人结婚 不是两个三十岁的人结婚 不管你几岁 那是参考用的 你几岁是参考用的 你要进入婚姻生活的人 有没有成熟是关键点 成熟的人才可以结婚 心智成熟了吗 经济能力独立了吗 价值观念 OK了吗 那结婚之后两个人要先 先建立 因为两个人从两个个体 变成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两个人要互动 要调整 要成长 两个人本来是一个人自己成长 你在爸爸妈妈的这个硬蔽之下 成长一个人 你跟互动就是你的弟兄姐妹 你的互动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就这样 可是你结婚就独立出去了 另外跟一个人 一个配偶 就是你的配偶一起生活 一起面对各种挑战 所以要先两个人要先建立好 建立好 所以当两个人建立好 然后面对父母 这就是从两个人到两个家 因为你有你的家 我有我的家 你有你的父母 我有我的父母 所以变成两个家 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两个家 或是说我们怎么 我们这个家怎么面对这个 另外这两个家 那就是这里说的要孝敬父母 在主里听从父母 他说 保罗这里说了 是代应许的戒命 什么叫戒命 就是规定 戒命就是规定 规定就是命令 我是叫你这样做 没有什么理由 就是这样做 你就是要孝敬父母 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规定 命令 可是呢 他加上代应许 代应许的戒命 再代应许的规定 那什么应许呢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所以婚姻生活 要能够得福 他有要使的 得福之要 要使的要 就是要孝敬父母 在婚姻生活当中 你想要得福 那就要孝敬父母 听从父母 在主里听从父母的话 你才可以得福 从两人到两个家嘛 所以两人世界 建立好 所以才要 人要离开父母 但是父母要配合办理 我们的孩子长大成熟 你愿意让他进入婚姻生活 那你就要放手 你要放手 尤其现在的家庭 孩子少嘛 孩子少 所以每个孩子都是宝 但是不要忘记 如果他结婚了 你愿意让他结婚 让他进入婚姻生活 做父母的就要放手 不然他怎么离开父母 他怎么独立生活 那放手就是 你生他 养他 陪他走过 让他成长 到成长成熟的时候 你就要让他进入婚姻生活 所以你做父母的理当要放手 让他们两个去适应去调整 然后健全成熟 就面对两个家 孝敬父母 这是必然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做父母的 也要让他们能够 独立 成长 独立学习 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在学习 走路的时候 从爬 从翻身 从爬 从走路 我们也是让他 我们也是眼睁睁的看着孩子 这样成长的 不是吗 当他从爬要走路的时候 你会一直帮他吗 没有 你只是一直鼓励他吗 他自然会成长 不是吗 到 什么样的时候 他就会做什么样的动作 因为他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一样啊 每一个人就是不断的成长 那是人生的一个历程 所以婚姻 孩子的婚姻生活 或是孩子进入婚姻生活 那也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理当要放手 所以不要再干涉 不要用 因为那是你的宝贝 原来这是你的心肝 你肝测太多了 很不好 既然他已经长大成熟 你就放手吧 这是我们特别要生命的 因为他们两个人要成为一个家庭 那结婚之后我们会发现 每一对夫妻都一样 每个进入婚姻生活的人都一样 会发现很多的问题 那当问题来的时候 因为已经离开父母 所以要自己面对 那如果你有信仰 你就借着你的信仰 靠着你的信仰 来帮助你的婚姻 大概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信仰 或是你虽然有信仰 但是你不想借着信仰 让你的婚姻 让你的婚姻 建立 让你的婚姻成长 那是你的事 所以我们从圣经的 这些夫妻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是怎么经营他们的婚姻 怎么调整他们的脚步 我们请看创世纪二十五章 二十一节 创世纪二十五章 二十一节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 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了他的祈求 他的妻子利百家就怀了孕 如果我们对照十九节 对照二十节 以撒跟利百家结婚 以撒四十岁 我们看二十六节 最后 以撒跟利百家生了双胞胎的时候 以撒六十岁 四十岁结婚 六十岁得子 那我们刚才念了二十一节 他们结婚之后不能生育 所以以撒向神祷告 向神祈求 神应允了他的祈求 应允了 家庭出了一些困难 怎么解决 怎么处理 那我们看这一对夫妻 他们就是放在信仰上面 因为他们知道可以借着信仰 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解决他们的困难 所以他们借着祷告 所以利百家就怀孕了 这个就是夫妻生活当中 绝对会有这些问题 就是有些困难 后续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困难不一样 但是绝对会有困难 那当困难来的时候 挑战来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会有基本的智慧 基本的能力来面对来处理的 但是有一些事情是由不得你的 由不得我 他已经超越我们的能力了 那这个时候 更需要 借着我们的信仰 就是借着我们的神 来处理我们的困难 那每一件 婚姻的每一件困难 就是让夫妻成长的契机 所以当困难来的时候 你们是要沟通还是要吵架 你们是要坚持己见 还是放在主的面前 你们是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处理 还是借着别人的能力来帮助你 还是你要求我们的神来帮助 那就看你们夫妻 你们要怎么处理 没有人告诉你 一定要这样或一定要那样 你们自己决定 这个就是婚姻生活当中 我们要面对 那有些人处理得当 所谓的处理得当 不一定太有靠神 他靠自己就处理好了 不用啊 虽然有点困难 但我还是要靠自己 虽然有点困难 我借着别人的力量来处理 还是处理好了 不管你是用自己的方式 靠着自己的智慧 还是借着别人的能力 还是借着主耶稣的帮助 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要问自己的事 你成长了吗 透过你婚姻生活的难处 你成长了吗 你们夫妻成长了吗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十六章 看第四节 创世纪十六章第四节 亚伯兰与下甲同房 下甲就怀了孕 他见自己有孕 就小看他的祖母 五节 撒拉对亚伯兰说 我因你受屈 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 他见自己有了孕 就小看我 愿耶和瓦在你我中间判断 第六节 亚伯兰对撒拉说 死女在你手下 你可以随意待他 撒拉苦待他 他就从撒拉面前逃走了 本来 亚伯兰撒拉 后来叫亚伯拉罕跟撒拉 这对夫妻虽然不能生育 后来他们想了这些办法 想了这个办法 那妾 帮他生孩子 当时的方式 结果呢 这个本来是女仆 仆人 变成妾之后 有了身孕 就小看他的祖母 你在那个年代 那种社会就是这样 结过婚了不能生孩子 那是会被 会被取笑的 所以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看撒木尔 记上第一章就是 撒木尔的妈妈就是这样 会被笑死 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很辛苦的 所以他们 夫妻也一样 亚伯拉罕 撒拉 他们在婚姻生活当中 也受错了 为了这件事 受错 难道亚伯拉罕不知道吗 你的太太不能生育 你的太太 你不知道你的太太生活压力很大吗 他当然知道 所以当他的太太提出这个意见 他欣然答应 OK啊 为什么 其实一方面也帮太太解决困难 因为我爱我的太太 不是吗 所以表示也不然也爱他太太 所以太太提出了问题 帮太太解决问题 很好啊 问题有解决吗 他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结果呢 你看夏甲一怀孕 就小看 小看祖母 小看 撒拉 所以撒拉很不习惯 所以告诉张物 张物说你自己处理啊 所以他就内待他 圣经是讲苦代 就苦代啥 那夏甲 夏甲受不了 逃跑耶 他不可以逃跑耶 开玩笑 他怎么逃跑 所以表示什么 夏甲冒着生命危险离开 你不要活了是不是 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可是问题是我现在被 被苦代 生不如死 我当然要逃啊 先逃再说 不然被苦代会死掉 比死还难过耶 那当然逃啊 以后再说吧 那我们要看的是 当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处理的时候 一团糟 他们本来是要解决一个困难 或是说要帮助太太 结果得到帮助吗 试得其反 很明显啊 圣经告诉他们 适得其反 还好 亚伯兰跟撒来 至少他是敬畏神的 所以后面的事迹 我们都很清楚 夏甲逃出去 在旷野 神就派天使来告诉他了 叫他回去 扶在祖母的手下 保持拥有你的本来的身份 你本来是什么身份 女仆嘛 纵然你现在已经变纳妾了 你老板 你的老公还是有一个原配啊 当初他纳你为妾 他目的是什么 帮他生孩子啊 你怎么缓过来 你得了便宜又卖乖了呢 你在卖乖乖啊 是五乡的吗 可以这个样子吗 所以神透过天使 告诉他回去 扶在祖母的手下 本来什么身份 就是什么身份 顺便教导夏甲 后来夏甲回来了 因为当下 天使告诉他 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要教导以什玛利 所以后来他生了孩子之后 亚伯拉罕跟真的帮他孩子取名 叫做以什玛利 表示什么 夏甲回来一无一死的告诉 这对夫妻 就是亚伯拉罕这对夫妻 所以我出去发生什么事了 亚伯拉罕夫妻相信 没有说你不要瞎掰啊 没有没有 那表示这个家庭 也因为这个样子 才恢复原来的样貌 这是和谐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夫妻之间 有一些困难 有一些问题 有时候我们要愿意帮助对方 或是愿意自己帮助我们自己 结果适得其反 那当然我们今天如果从信仰的立场来看 因为他们这件事情 没有好好的向神祷告 没有好好的处理 所以才会适得其合 还好 他们最后还是回到原点 这是面对神 这件事情 才到此告一段落 那告一段落之后 真的没事吗 后面有很多后遗症 因为你现在的决定 错了 后面后遗症就来了 你要致死其果 你要护权者 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你这件事情解决了 好像没有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问题来了 他们用他们方法处理 处理之后要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神就介入 他们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 后面还有 还有后遗症 为什么 因为后来伊萨出生之后 萨拉就说 要把死你和死你所生的孩子赶出去 不能跟我的孩子一同承受残略 哎 家庭风波又来了 这叫后遗症啊 所以亚伯兰第一时间他不能接受 怎么是这样 伊斯玛利虽然不是你 你萨拉生的 可是他当时也是建立在你的名下 而且他是我亲身骨肉 他不是 伊斯玛利不是你萨拉亲自生的 但是他是我亲身骨肉 怎么可以把他赶出去呢 那因为萨拉是 但是 站在神的立场 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神后来告诉 亚伯拉罕 你太太说你照做 这件事 神跟亚伯拉罕 以后这对母子 母子的一切 我负责 所以后来 伊斯玛利虽然成为大主 因为他到底还是亚伯拉罕的孩子 这个就是婚姻生活当中有产生有很多的问题 一件事情来 那是环环相扣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婚姻生活当中 都是即将要面对婚姻 都是一样的 都是环环相扣的 不是处理一件事情就好了 没有那么简单 人生没有那么简单 每一件事情都环环相扣 我们继续看 伊萨跟利百佳 难道他们生活就很好了吗 刚开始我们发现 第一个这两个人 未婚的时候 条件都很好 包括两个人都是敬畏神的 结婚之后也晓得 当婚姻生活产生的困难 就叫头神 神也一一的帮他们处理了 可是后来他们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这么和谐 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七章 第五节 创世纪二十七章 第五节 以嫂对他儿子以嫂说话 利百佳也听见了以嫂在往田里去打类 要得野味带来 六节 利百佳就对他儿子雅各说 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嫂说 第七节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 给我吃 我好在位子之先在耶和瓦面前给你祝福 以下简列 因为要继续看下去 以嫂因为后来眼睛看不到 他认为他大概活不久 所以他在他认为他还活着的时候 趕快趁着他还在的时候 叫他的大儿子以嫂 赶快去打类 做成美味给他吃 然后帮他祝福 结果这个话 被利百佳知道了 利百佳赶快叫他的小儿子雅各来 跟他讲这件事 然后告诉他 要伪装成你哥哥的样子 然后你老妈帮你煮成美味 因为我知道你老爸要吃什么味 要什么样的味道 而且他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 我都很清楚 那你去赶快去从中拦截 从你爸爸那边得到祝福 问题来了 我们不是说这对夫妻 相当有默契吗 以嫂跟利百佳 也相当敬畏神 很多事情都摆在神面前 诶 读读这件事情好像没有 那我们知道利百佳是一个很精明的 很精明的女子 很精明的太太 结果这件事情 他们处理方式是这个样子 说后来被骂了 我们先看 创世纪27章 三十五节 二十几章三十五节 以嫂说你弟弟已经用诡计来 将你的福分夺去了 三十六节 以嫂说他名叫雅各 就是抓住 岂不是正对吗 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 他从前夺了我的长子的名分 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 你才知道 他还记得上次 雅各 以嫂的立场 雅各是称人之伪 躲了我长子的 有夺吗 夺是强盗 你不是买卖吗 当时不是大家讲得很高兴吗 我红豆汤给你喝 饼给你吃 那长子民会卖给我 你说好啊 不是这样吗 淫厚两气吗 那怎么现在变成是我多了 我变成强盗了 我们本来是贸易伙伴 买卖 怎么现在变成我是强盗 哥哥就是这样 自己搞混了 所以现在变成 我们刚才看了三十五三十六节 要看什么 爸爸对这件事情 认为雅各是什么人 乍七啊 我现在要变成 阿哥哥呢 我弟弟是强盗 抢夺我的长子的民魂 欺骗我两次 乍七又强盗 你看 从前多了长子的民魂 现在有多了罗的福分 他们俩父子的观念 就是认为雅各是这个样子 好 不管是什么样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 看到这一家本来是四口 一家四口而已 相当简单 结果呢 因为这件事情 整个家庭产生家庭 产生 不得了 我们先看 二十七章 四十一节 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住的福 就怨恨雅各 心里说 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尽了 到那时候 我要杀我的弟弟雅各 如果我们今天是这个家庭里面的成员 今天这个家变成这个样子 你的想法是什么 整个家庭是乱七八糟 引起杀意 因为其实 以扫跟以扫 就是这对父子 做爸爸的以扫 认为他已经老了 快要死掉了 现在以扫很生气的时候 怨恨雅各 准备要把雅各杀掉 他说等我爸爸死了 我在那一天死了 我就把他杀掉 我就把弟弟杀掉 所以以扫也认为 爸爸很快就死了 他们父子 对这件事情都很同心 看法是一致的 结果不是 亚伯拉人活到175岁 雅各活到147岁 约瑟活到110岁 以扫活到180岁 他活得最久 所以当他认为 他快要死了 其实没有 他还活很久 所以以扫认为 他很快就死了 以扫也是啊 所以以扫才说 等我爸爸死了 我就把我弟弟杀掉 好 问题就是这个家庭 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好 那我们就要看 这对夫妻怎么处理 我们看以扫 我们看利百家怎么处理 所以利百家 听说 以扫放话 要杀雅各 他就要赶快 跟雅各 还有跟他的先生 就是以扫 说明 他叫小儿子雅各 离开现场 赶快离开现场 第二个 赶快去跟 先生以扫说明 希望我们的小儿子 能够到我的娘家 娶因你为妻 娶自己的人 所以当初利百家 精明的利百家 用一个方式 来让雅各能够 安全地回到他的娘家 他告诉以扫 告诉老公 他说我们的大儿子 结婚了 都取 四十六节 二十七章 四十六节 利百家对以扫说 我因这赫人的女子 连性命都厌烦了 倘若雅各也取了 赫人的女子为妻 像这些一样 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 他跟以扫说 因为我们大儿子 娶这里的女子为妻 然后让我们厌烦了 厌烦了 我们不知道他娶来的太太 是什么样的太太 或是他们的互动是如何 但是他跟老公说明的就是这件事 他说我不希望我们的小儿子 也是跟他哥哥一样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小儿子 能够回到我的娘家 去娶自己的人 二十八章就说了 以扫答应 所以把雅各叫过来 然后告诉他 去舅舅那里 娶自己的人 娶你舅舅的女儿 一人娶一个 后来他娶两个 或加两个就变四个 是这样来的 他老爸授权是一个 他老兄 娶四个 所以我们看到 利百家怎么处理这个危机事件 他怎么处理 他就是这样处理危机事件 那你说他用这种方式处理 至少当下先处理掉 为什么 当下先让雅各离开现场 如果以人的立场来讲 先静下来 大家现在在气头上 如果住在一起的话 不要等到爸爸死掉 我看先把雅各杀掉 比较简单 很辛苦 先把他杀掉 所以利百家很厉害 很精明 赶快处理 他就是这种方式处理 好 这就是我们夫妻生活当中 会出现你意想不到的意外 意想不到的天大的事 对不起 你还是要面对 还是要处理 所以利百家当下就这样处理 经过二十年回来了 回来还是要面对事实 所以雅各回来的时候相当害怕 其实他还是赚了很多钱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雅各到舅舅那边去 其实是事业有成 二十年回来 以少带四百个人来面对他 那个时候雅各吓死了 当然后来没事 那后来没事是神的原因 是神介入处理的 所以没事 所以我们才知道说 今天我们在处理我们家里 是我们婚姻上的困难 第一个我们当然会靠自己 以我们的能力 依神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去面对去处理 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 你是没有办法的 其实雅各也是认定 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的 什么事情 就是哥哥原谅他 想想看 你恨一个人经过二十年 是气消了还是发笑 你恨一个人 经过二十年 经过二十年 在你心里经过二十年 事实讲就淡化了 还是发笑 不知道 每一个人的状态不大一样 这就是两极 要么就是淡化了 要么就是发笑 本来怨恨你经过二十年 那个发笑程度 那不得了了 像满头 本来只有一团面 面团 你让它发笑之后 那么大 本来是只要把你杀死就好了 现在没有要剁成肉酱 所以今天如果不是神 在当中 雅各今天可以这么平安吗 宜嫂就这样 这件事情就算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 在夫妻生活当中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困难的事 怎么调整 那我们也不用怕什么困难 因为每一件困难 就是成长的契机 都前书第七章 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六节 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 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 你的妻子呢 这一段应该是从第十二节开始看 那我们把十六节读完 其他我们自己看就好了 保罗在勉励 有一方为信主 我们怎么带领 一方为信主的人 或是怎么跟他们相处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 包括还没有结婚 就是在交往当中 刚才一开始就讲了 感情这件事情不能勉强 感情跟理性 它是两回事 所以往往感情是胜过理性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自己交往恋爱当中 你跳进那个恋爱当中 那个时候那个感情大概基本上是胜过理性 但是相对的 如果今天透过婚姻婚界的介绍 那是理性是超越感情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想说 奇怪怎么婚界要介绍怎么那么困难 因为大家都有头脑 大家都很理性 大家都很实物 所以你要介绍就很难 如果跳进感情的漩涡里面 因为在陷入就傲傲 都傲傲 你跟他讲现实问题 他听不下去 这也不能勉强 谁遇到了 不知道怎么讲 到底是谁遇到谁倒霉 还是谁遇到谁比较性欲 不知道 那保罗在告诉我们 有一方未信主 那我们怎么处理 所以我是第16节的结论 其实保罗他讲的最后 就是要讲这一段 他要讲这个结论 其中当然里面有 他有一些方式 有一些现象 就是最后是什么现象 可是他最后反问 他写这封信 在这16节他反问 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配偶 简单讲是这样 既然有一方是未信主 那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他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救他 那我们上上礼拜 已经稍微提到这个部分 有一方未信主 我们怎么带领他 我们今天不能再带领 未信主的一半 另一半 只要讲话 不是只有用讲的 我们应该用实际行动来 来带领 我们先看那个约翰福音18章 约翰福音18章37节 约翰福音18章37节 比拉多就对他说 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中间有一句话 比拉多他是官员 比拉多他是官员 罗马政府在以色列最高的官员 就比拉多 巡护比拉多 因为人家把公会 把最初判死刑 然后带到最后要有罗马政府来裁决 怎么判耶稣死刑 怎么执行死刑 因为罗马政府才有这个权利 所以 比拉多在大庭广众之下 审判耶稣 所以就问他 听说 你说你是王吗 因为他来公会的人 或是以色列人来 告诉罗马政府的最高官员 说为什么我们判 耶稣死刑 因为他自称他是王 在这个政治立场 这个不可以 什么国中有两个王 那不是要革命吗 所以他就用这种罪名 所以比拉多问他 听说你是王吗 他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之而生 耶稣很不客气 说对啊 我是王 只是没有说 我是哪一国的王 我是王没有错 我是万王之王 所以耶稣在讲话的时候 不一定要说很清楚 因为这个时刻 怎么讲越描越黑 没有什么用 耶稣不是笨蛋 他怎么不知道 现在讲什么都没有用 所以你既然问到我就要讲 你问到什么我就要讲什么 当然我也知道你听不懂 但是我还是要讲 我是王 你说我是王 是啊我是王 而且我是为此而生 我是万王之王 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我是王 我是万王之王 是干嘛的 是为真理做见证 好 那绝书要为真理做见证 就是要牺牲了 要付上代价 绝书他说他是王 他不是出一张嘴巴 好那一样的意思 我们今天要带领另外一半 来归主 那不是出一张嘴巴 你要为真理做见证 以信主的这一方 你要为真理做见证 做出来给我看 拿出实力来 为真理嘛 我们今天也是在为真理做见证 不是吗 我们不是有福音茶会 我们不是有布道会 不是在为真理做见证吗 是啊在为真理做见证 怎么见证你告诉我 你见证了什么 蒙恩见证 还有呢 除了蒙恩见证 还有什么见证可以见证的呢 所以我们今天带领另一半 是在交往当中的也是一样 那我们上次也大概稍微提一下 交往中的 在交往中的 我们怎么去带领他 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基本上我们一开始就是要坚持我们的信仰 就这样 你才有筹码 再讲一次 你才有筹码 如果你一开始就不坚持信仰 那就没有筹码了 或是筹码就 就弱化了 好 但是我们只能这样讲 有些人当然没有办法这样做 好那没有办法做还是要 还是要做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另一半 能够跟我们走上同样的信仰道路 那我们就要为真理做见证 这样才可以带领他 因为他会亲眼看到我们 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 在我们身上看到真理 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宗教信仰的价值 这叫做为真理做见证 所以基本上 有一半未信主的 另一半未信主的 那我们会比较辛苦一点 除非你说 没有我不管这个 婚姻是婚姻 信仰是信仰 如果要二婚化那就不用讲了 因为你要故意 你愿意把他二婚化 那就没有了 如果你愿意是合在一起的 婚姻跟信仰是合在一起的 那就要努力一点 那当然我们主内联婚 也不是说没有问题 就像刚才我们一直谈论这件事情 夫妻怎么调整 在信仰生活当中 那我们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夫妻 后来为人母为人父 那如果孩子 我们的孩子会看我们 我们是怎么经营我们的婚姻 我们夫妻夫妻的互动是怎么 怎么面对的 我们的孩子都在看 因为我们组成家庭之后 我们也会生了养女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 在信仰上是跟我们一起的 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人 当我们孩子出生之后 我们就带来受洗 归入祖名 归入祖名下 希望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同样的信仰 可是我们不只是带他来教会受洗 从受洗那一刻 所有的责任就是我们的 我们身为父母的 我们要付全责 所以在他还懵懂的时候 就像这年22章6节说的 趁着孩童还小的时候 还小孩童的时候使他左当行的道 就是道老也不偏离 圣经强调是什么 圣经应许是什么 道老不偏离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发现 孩子还小的时候 都很OK啊 在宗教信仰都很OK 可是要稍微长大一点就没有了 有些人到国中没有 到高中有些人到大学 有些人出了社会就没有了 没有像圣经的应许说到老不偏离 不用到老啊 就没有了 就偏了 可是圣经应许是没有 是到老都不偏离 所以基本上 教养孩童是他左当行的道 是我们身为父母的 我们组成家庭之后 我们有孩子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重视 因为我们真的财产是孩子 我们看一下诗篇127篇 诗篇127篇 第三节 二十七篇 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 儿女是一个神所示的产业 所怀的态是他所给的赏识 以下简略 以下四节 我觉得自己看 它是从三到五都要看 那我们只有看第三节 强调是什么 我们真正的产业 我们真正的财产是什么 儿女 所以有些人不想生孩子 就是不想有财产 不想有神赐给他的财产 不用 跟阿波拉安差不多 阿波拉安在创世纪十五章 真是这样 神说我要大大的赏识你 他说不必 谢谢 我没有孩子 你是我什么什么产业 我财产都分好了 他要什么 他要孩子 阿波拉安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真正的财产 不是物质上的财产 他要孩子 我们今天是我不要孩子 我要赚更多的钱 那你就去吧 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 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 这才是财产 会生孩子是神所赏识的 是恩典 你说恩典我不要 我放弃 竟然是放弃 我说要放弃 我不要放弃 神说没有没有 这是我要给你的恩典 我要给你的恩赐 你说不要 谢谢 不错 很有气魄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圣经是写给谁看的 这一段不要谁要看 看了是有反应还是没有反应 看了之后有没有为真理做见证 我们不是要为真理做见证吗 为什么我们的见证总是那些呢 没有其他的见证吗 一定要是生病好了吗 一定要车后没有死吗 没有其他的见证吗 没有说因为生命得到更新 生命得到改变 以前是如何 现在是如何 以前的旧人是什么 现在是新人是什么 那种强而有力的真理见证 那才是生命见证 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对生育这件事情 是责任 好我们今天这个年代 因为已经大家认为说这是我的自由 没有错当然是你的自由 到现在还是啊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可是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 创造之初不是神告诉我们吗 应许应许事物给人类吗 创世纪一章十八节 身养众都配满地面治理 这地管理活物 这是责任 他不是只有讲给亚当下话听的人 是人类 是人类 人类的责任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缺工这么多 为什么 少子化 怪谁怪大家 人口嘛 人口嘛 人口已经不均匀了 人口结构了 人口结构已经乱了 你看吧 65岁以上的人口 跟0到5岁的人口比例 怎么算 道径至塔 本来应该是这样 三角形 这样上去的 下面的能 连0到5岁的人口 要多一点才对 那越到上面越少人 为什么 年纪老慢 就离世嘛 就这样 应该是这样嘛 新生儿应该多一点 然后老人就慢慢凋零 应该是这样 人口结构才正常 像我呢 道金字塔 这就是社会问题的参生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不听嘛 我们就 任意 任意而行 我还不敢讲任意忘形 任意而行 我想要干嘛就干嘛 好 这是从生育 生养儿女这件事情 从圣经的立场来谈这件事情 再来当我们有儿女的时候 我们要教导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强调家庭祭坛 那这个家庭祭坛 也是分成两种 一种是有形的 一种是无形的 无形的就是刚才我说的 我们的孩子眼睁着在看你 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对年轻人说 你要不要结婚 他说我不想结婚 那我就会跟爸爸妈妈开玩笑 我说欸 你的孩子不想结婚 你们夫妻要检讨 你们夫妻生活 你的孩子看起来不会羡慕 但不会羡慕说我爸爸妈妈结婚很好 我要赶快结婚 没有 他说我不想结婚 奇怪 你没有办法为婚姻做见证 你的孩子看到你的婚姻不想结婚 没有羡慕 不会羡慕 所以我们在家里 这种无形的家庭祭坛 我们做了吗 第二个有形的 当然我们要好好的 教导我们的孩子 因为教养孩童 使他做当行的道 这个当行的道 我们的孩子要学会敬畏神 服侍神 荣耀神 这个就是当行的道啊 那我们的孩子会吗 这个很重要欸 孩子会荣耀神吗 我们今天一起栽培我们的孩子 当孩子有成就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教他的 我们有没有教他要将荣耀归给神 还是一直标版 我们的孩子很厉害 原来神一点功劳都没有 都是我们厉害的 荣耀神在哪里 没有嘛 我们没有教他 这个叫机会教义 所以他有三个层面 有一个是机会教义 有一种是你做给他看 第三个就是家庭祭坛 真的做下来 那要谈到家庭祭坛 小弟稍微讲一下 算是见证 孩子还小的时候 什么叫还小 就是不是字还没有读书 那我们当然要聚会 那我们当然要聚会 聚会就是唱诗 唱什么诗 唱什么诗 唱儿诗 配合孩子 唱儿诗 唱完了 就悟性祷告 悟性祷告之后 要么就读经 因为孩子还小就是读经嘛 不然就是嘛 他们不是有上宗教教义嘛 每个礼拜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礼拜上什么 那我们就借着这个礼拜他上的 因为礼拜六嘛 那我们礼拜天晚上就家庭祭坛 就家庭聚会 因为我们的家庭聚会 家庭祭坛不是教会安排的 所以进度是我说了算 我是家长 我说了算 我今天要怎么聚会是我的事 那内容是什么 我安排啊 那我要看孩子的状态 来处理这个礼拜的家庭祭坛 是要读经 还是要 让他们来谈论他们这个礼拜 在教会里面听到的 老师说的故事 问他吧 还是让他叙述嘛 这个礼拜老师讲什么 大卫打死个例 怎么打的 让他讲 小朋友很厉害耶 他会讲耶 他讲完之后你再继续问啊 那你要想当大卫吗 那他讲完了 那我们误完了 他说完了 他答完了 那我们就再唱诗 然后就灵言祷告 半小时就好了 不要太久 不要每次要家庭聚会 有时候孩子说 又来了 尤其他慢慢长大 功课很多 他这么啰哩啰嗦的 晚上聚会 安息日聚会 还有宗教教育聚会 你到底要聚会多少次啊 但我要让孩子知道啊 我们自己家 自己的家庭聚会是不一样的 那孩子会试制啊 那就要读经了 我们一起读经 读经之后 就稍微解释一下 或是读经之后 我就问他 懂吗 有什么问题吗 小朋友太小也 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问题啊 那没有关系啊 你没有提问题 都换我提啊 那我就提啊 这一段讲什么 你会吗 不会不会 那就顺便提啊 就变成我是自问自答 表面上在问孩子 其实是我自问自答 为什么 要让孩子思考 读经里面有思考问题 从小就要让他知道 这思考问题 好 然后慢慢长大了 国高中 高中大学了 好 我是比较特殊啦 孩子不管去哪里读书 每个礼拜要回来 我发现喔 不会比较不好 回来 为什么 因为回来聚会啊 以前没有像现在嘛 说还要视讯 没有啊 就一定要回来 其实回来就是要聚会 就是为了家庭聚会 就为了那个半小时 我要求每个礼拜 回来 一方面照顾他的身体 因为在外面乱吃不是吗 回来就 妈妈会煮的比较正常一点的饭菜嘛 是这个意思啊 拿回来聚会嘛 拿回来说说话嘛 那种价值比 会比花钱更重要 所以一定要要求这样 所以他们到高中大学 我就开始又变了 我说妹妹 现在喔 一个礼拜读一卷 然后读完了之后 我们家庭聚会的时候 问我五个问题 那我心里就有数了 他们一定会从什么 非力门书开始读 不然就读游大书 因为一个礼拜一卷嘛 我心里想没有关系啊 反正你总有一天 会读到诗篇嘛 总有一天 会读到以赛亚书66章嘛 我就等你 真的呢 一开始他们就读 游大书 你给我问五个问题 我不管你又没有读经 你就问我五个问题 我要你强调五个问题 那问了五个问题之后 我再答复他所提的五个问题 啊两个嘛 就十个问 问完了 唱诗祷告 结束了 不啰嗦 不啰嗦 因为每天每个礼拜要做 所以不要啰嗦 那就让 随着孩子的年龄和成长 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 一样 除了念经卷 读经念经卷以外 就是一样 忌讳教育 比如说教会有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亲戚朋友他说有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就要把这件事情 借着家庭祭坛提出来讨论 因为他已经长大了 我就跟他讲说 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让他讲 思考教会的问题 思考信仰跟生活的问题 启发嘛 这是一种启发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家庭祭坛 所以我们夫妻生活 我们生儿养女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孩子的宗教教育 这样我们的孩子才会跟我们这样 我们不但把他带来受洗 我们也交养孩童 指他都当行得到 我们也期待他以后也很正常的 走在主的道路上 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们一起来尝试 是